大家好,在下大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插播一条新闻 首先感谢一下向我提供消息的朋友 感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中央美术学院最近的一个大瓜 我最近做了一系列关于中央美术学院人和事的视频 今天咱们接着再聊一下中央美术学院现在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 最近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个艺术圈或者说在美院这个圈吧 还是热度比较高的 事件什么呢 源自2023年5月30号 教育部人事司发布了关于林茂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公示 可以说这个公示一出啊 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的这个反应 我从网上找了下这个资料啊 这个关于林茂同志 还有一些所谓他的作品 这个我也不是太确定啊 可以说林茂算是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美院人吧 因为是副中毕业 然后呢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一役工作室毕业 但是从我现在找到的这些油画来说呢 这些作品来看呢 可以说看上去呢 好像比我们这个范迪安院长啊 更像一个油画的票油 画比较少 也这个水平不是特别高 按常理来说不应该啊 2000年毕业 这个时候中央美术学院也算是精销细选的这个学生 这个水平不至于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而且这个关于林茂同志这个作品的介绍了 还有一些学术介绍都非常少 可以说是几乎为零吧 但是呢 你看他的履历很有意思 就是他2000年毕业 毕业之后呢 2000年到2007年 担任了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处级干部 可以说一毕业 一个本科生 2000年本科生 一毕业就做了一个处级领导 从这可以看出这个人呢 要不就是 这个不太可能 这个天才也不太可能 天才你毕业了也没有机会展示 应该说 是党的接班人吧 红色接班人 家庭背景肯定是 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可以说这样一个 在艺术圈影响力很低的人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吧 因为中央美术学院 它是一个 在美术界还是比较有分量的一个学院 具有风向标作用 在艺术圈呢 也很有影响力 历届美院的院长呢 可以说在这个艺术圈呢 也都算是 声名显赫 这当然就引起了这个 美院声名显赫 这当然就引起了这个 美院很多这个领导和教授的不满 一些领导和教授呢 一起就写了联名信 像这个教育部党组和这个纪检部门 反映情况 这个有兴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我把这个贴到咱们这个屏幕上 大概内容我跟大家说一下 分了 我看这下面写了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美院是有光荣传统的 革命传统强调 而且强调呢 这个美院这些院长啊 七个当中 有六位是中共党员 但是林茂同志呢 是无党派人士 特别强调了我们这个 在现任院长范蒂安的带领下 中央美术学院在国家重点项目中 单纲主创 包括建国七十周年 建党百年 北京奥运会 北京冬奥会 中共党使馆建设等方面 反正说白了 就是在这个党的宣传方面 我们是不遗余力吧 就是为领导 为党 为领袖 留须拍马 造势宣传 留须舔定 舔菊 这个做得非常努力 大概就这意思 第二点呢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 自成立以来 七任院长 什么徐卫红了 江峰无作人了 这一系列吧 他们都是公认的 中国美术界 艺术和学术大家 这个确实是 即使是我们这个 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现任院长范蒂安 应该是算是退了 上任之后吧 搞得生命 有点生命狼藉吧 在学术圈 这个忙着搞政治宣传了 没怎么搞学术 但是呢 在他上任之初 其实中国的这个学术界 对他还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这个范蒂安院长 在来美院之前呢 他是中国美术馆馆长 他在中国美术馆馆长的位置呢 应该说做了很多 很多事情 可能时代不同吧 那个时代相对来说 更自由一点 他做了很多当代展 这在咱们这个中国的国家层面 这个馆 能做很多这个非常当代的展 其实挺不容易的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学术界 对他是给予厚望 本身他自己这个行政能力又比较强 整天跟这个领导打交道 八面玲珑吧 管理部下管理这个美术馆 这个也算是水很深的地方 管理的也算井井有条 所以结果呢 这个有点大失所望吧 这个老范来了第一件事 就是成立了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 然后呢带着一帮老哥们开始 抛山沟这里画画写生去了 当然这个写生呢 他也不是盲目的写生 就是吧 也是非常有有目的性的 应该说是 我觉得这个老范这个人吧 虽然说 以这个美院这个发展来看呢 学术上确实是没什么建树 走了下坡路 但是以这个识时务这个角度 他这个眼光还是很独到 你看他说写生也不是走哪随处写 咱们老大不是搞了这个雄岸新区吗 他就去熊岸画这个什么大美熊岸 这个老大不是视察黄河流域吗 他就搞了一个天下黄河 这个气魄你看看啊 这个有一段这个新疆问题 不是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领袖很关心 他就搞了一个和美新疆 你看这个词用的也好 和美新疆 可以说这个是深思熟虑的这个画 但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我们这个范院长 可以说在这个美术圈 都是功成名就的人 确实也可以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吧 在美术史上 在美术圈里吧 至少在中国美术圈 但是相对而言 这个林茂同志确实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吧 咱们不能说啥有事 第三呢就是历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都具有高等美术学院的这个工作经验 这个也确实是事实 因为这个所有这个院长呢都是可以说美术教育家吧 但是咱们这林茂同志呢 应该说是一个领导 但是没做过这个教育方面的工作 总结来说呢 就是林茂是一个三无人员 无资历 无学术 无功绩 三无人员任校长 师生不答应 历史不答应 中国美术不答应 反正 这个师生答不答应 历史答不答应 中国美术答不答应 咱不知道 反正下边这些人肯定是不答应 咱看看都哪些人不答应吧 张禄江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柳化系主任 二级教授 朱培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建筑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 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二级教授 余丁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艺术管理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 王颖生 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 王忠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 段海康 中央美术学院原雕塑创作研究所副所长 二级教授 岳前山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话语书法学院院长 党总之书 教授 马俊成 马俊成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教授 应该说这些人的资历还都是响当当的 这是占据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半壁江山吧 都是一些重要岗位 以我个人的了解呢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算作老范范蒂安的这个心腹吧 以现在讲就是前朝老臣了 都是在范蒂安范院长这个提拔下 一路高歌猛进 你看特别是这个张璐江教授吧 张教授我比较了解吧 这个其实他的这个社会资源很有限 这个中央也不认识什么大领导 就全靠这个我们这个范蒂安范院长提拔 一步步走到今天 可以说没有范院长 就是根本没有他什么事 这次活动也能看是充当极先锋的这个角色 显然很有决心 这点表现自己忠诚度这方面 我还表示敬佩吧 这个不成功则成人 这个这个活动吧 闹成这样其实也挺有风险的 基本上如果不成功的话 在我看来成功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不成功的话 被边缘化被学习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自己的将来这个好处啊 权利呢可能就一无所有吧 但是在这份名单我有点奇怪的是 为什么没有咱们这个设计学院的这个 宋先伟宋院长 按常理来说 按我了解来说 这个也算是得到老范重点栽培的 你想想他一个裸官 以一个常务副院长 这个主持大局 结果是不设这个院长 干了很长时间 这个都是老范撑腰啊 要不然能想出这么绝妙的这个手段 让他掌握这个权力嘛 而且还跟这个咱们美院的书记高红 发生过冲突矛盾 当中面拍过桌子嘛 还要辞职什么的 你要没这个院长 要没我们老范照 你说他能有今天吗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在这份名单上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考虑啊 或者是他的把柄太多了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也能看呢 美院还是有些重要这个专业 比如说这个壁画系 板画系 雕塑系 甚至油画的几个大拿 玉红刘晓东了 也都没参与其中 包括这个实验艺术这个学院的这个院长 邱志杰 也都没在其中 这是怎么情况呢 其实美院呢 有一些部门嘛 这些这个领导 虽然他们想争院长 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一般你新来了院长 想把他的位置拿掉 也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里边都有人 对吧 都不是等闲之辈 这个曾经就发生过这事嘛 也是里边内斗 新上了新主任了 院长了 结果就要把他拿下 把他这个权力剥夺 但是结果人家 这个教育部了 文化部直接下了这个命令 就说这个人你不能动 所以说这个院长谁来 对他们无所谓 他们权力不会受影响 而且有很多这个可以说 这个是美术世家 都是影响力很大 也是轻易动不了 美院师生 这个以我的了解呢 我所简单了解一下 其实很多人抱着什么 吃花群众的心态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这个心态 你们这反正都是权力斗争嘛 你们就争吧 你们一样什么好坏 这也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这个院长选谁 是吧 时代这个是什么时代 现在什么社会风气 大家也都看得不能说一清二楚 大家心里也都有数 对吧 我呢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态度 对这个事怎么看 一方面呢 确实有这个新鲜事物产生啊 你和这个老的传统老的观念 肯定是有冲突的 毕竟是一个这个 可以说是学术小白 出现在这个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个位置 他还是院长 他没出现在这个书记这个位置 你按常理来说中央美术学院这个书记这个权力应该更大 党是领导一切嘛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院长呢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知道吗 中央美术学院这个院长身份呢 他不光是在美术学院后市 他在这个艺术圈里 他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他在这个艺术圈 官方艺术圈 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做一些官方的这个美术展览啊 是吧 而且做了这个位置之后 你看咱们这个范园长也能看 本来就是个油画票友 但是到这个位置之后 他的画的价格啊 可以说水涨船高啊 特别是他兼任了这个美术主席之后 那更是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啊 这种好处那可是真金白银的好处啊 你相对而言呢 你看我们美院这个书记高宏 也画画 我给大家放两张他的作品 你看一下 你说同为票友 这个不见得比这个我们范园长差 对吧 而且人还搞人物创作呢 虽然题材吧 挺像是高马列的 那就有点灯有点二 但是这个东西水平上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作品那个价格呢 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院长的好处 他有话语权的这个艺术圈 还有真金白银的好处 所以说咱们这个 林同志对吧 为什么某上这个院长 他没某这个书记 如果他要是当了美院的书记 这没人会反对 书记谁都无所谓 对吧 都高马列的嘛 历史上这个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院长这个变更啊 也都会发生一些 发生一些故事或者事故吧 但是呢 没有像今天这个反应这么强烈 我就是说一下 我所了解的这个几个院长吧 就从咱们这个潘公海 潘院长说起 他是中国美术学院过来的 应该说不是美院的人 所以刚来美院的时候 很多人不服务 特别很多这个老美院的人 看不上的觉得不行 不听他的 但是他也打压了不少 这个手段也算是有雷霆手段吧 他为什么能顺利的 这个坐稳这个美院的院长 是因为他出身在这 首先他是搞业务的 那国画画的也不错 最主要他是咱们这个美术大家 潘天寿的工资 对吧 人家这个出身在这 艺术大奖 虽然你中央美术学院 你老美院你牛 但是你有几个绅士 能跟他比呢 对吧 他有这个优势 所以你就能坐稳 在他退休这年呢 这个交接的也不是特别顺利 当时呢 我们美院的这个两个副院长 就是徐冰副院长 和这个谭平副院长 两个人呢竞争的很激烈 徐冰呢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 这个国际上享有盛名的 这个当代艺术家 他回国呢 其实也据说呢 也是奔着这个美院院长这个职位来的 先这个以副院长的身份去历练 然后将来这个接任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院长 也希望呢 把自己这个经验所学呢 带到美院 让美院呢 在当代艺术这块呢 更进一步 但是我们这个谭平院长呢 在国内呢 这个学术圈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而且这个在国内深耕多年 这个关系呢 也不是一般的硬 所以这个两个人呢 当时呢 就是胶着在这儿了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拖了两年 这个潘公海 潘院长 想下下不了 在这儿位置上 拖了两年吧 将近 然后呢 空降了老范 这个范迪安院长 范远长来之前呢 他是中国美术馆的这个馆长 用他画讲呢 他当时是这个换届的时候 想竞选这个文化部的副部长 但是呢 心里有顾虑 这个文化部副部长啊 就是陪领导嘛 也不搞专业 还容易被人瞧不起 反正当时自己犹豫了 没那么用心 用他自己画讲 所以就没竞争上 但是我听别人说 说这个 他的位置呢 就是中国美术馆馆长的位置呢 被这个吴威山盯上了 呃 就是必须得给人腾位置了 所以他必须得下 下了他去哪呢 那你自己得琢磨了 对吗 那那就给 呃 我们的这个前军委副主席 蓝青同志 呃 打了个电话 然后说了一下自己这个情况 他跟蓝青同志呢 就是呃 因为都喜欢写毛笔字 然后帮着这个蓝青同志 做了不少展览 关系比较密切 蓝青同志呢 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打了个招呼 这样他就空降到中央美术学院了 老范之后呢 这个范院呢 其实已经过了退休年纪了 已经拖了好几年 但是因为他兼任了美协主席嘛 呃 反正是又多干了两年 其实呢 也好多人已经蠢蠢欲动 已经做了准备 比如说咱们这个实验艺术学院 这个院长邱志杰 也是个大艺术家 早些年是一个非常有批判性的先锋艺术家 先锋艺术家都比较有批判性 你说这个 这样一个非常具备这个批判性的一个艺术家 呃 去年吧 火线入党 这个跟他一起上党课的这个 美院这个同事还讲 说纯属扯淡的 走过场 就是开幕式来了一下 结果呢 党课一节课都没上 这个入党为啥 就是为了盯这个职位吧 而且还做了不少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这个行为啊 或者是观念艺术也好 比如说在这个菜市场来写 摩托东书法啦 反正这种乱七八糟的呗 嗯 挺有意思 可以说就包括咱们这个蠢蠢欲动 这个邱志杰 邱院长 包括他在内 能争这个美院这个院长的 在艺术圈 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这个可以说是没着金刚钻 也不能揽着慈祭活 嗯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林梦同志 确实是 还是 深不可测啊 能以这样的身份 出现的这个位置 呃 不简单呢 我我为什么觉得 他们这个 行动呢 不太乐观 其实这个老张吧 就张禄江 他自己应该深有体会 这两年 咱们这个时代变化了 你在一个什么 你想想这个老张 你想想你自己当初 上任基础部主任时候的这个场景 不跟现在一样吗 当时是老老范 刚刚来美院 这个提拔这个老张 做这个基础部主任 当时的就是原主任吧 高天雄 带着当时的副主任 呃 呃 还带着这个杨成 等几个教授吧 这几个人联名 就是去逼宫了 就反对这个老张 担任造型基础部的主任 结局是什么呢 唐毕挡车 屌毛又没有嘛 对吧 呃 你看这个情形跟今天的这个 美院的这个院长任命 这不是一样的事吗 呃 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个联名信呢 写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直击要害吧 在道德上呢 我觉得算是占得了这个道德高地啊 以传统啦 以这个经验啦 以这个江湖地位来讲 也确实是 可以说是出师有名吧 但是呢 你玩的这一套嘛 十年之前可能有用处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这个 你想想他这个人能出现在这个位置 他就已经给你 无论你这个结局是什么样 你可能会缓解这个人的这个任职 但是呢 这个历史的潮流吧 我们已经不可逆转了 他已经传递这样的信号 就是能不能 做到这个关键的位置 能不能分享权利 这个最关键的是 你是不是赵家人 你跟赵家人的关系有多近 对吧 你的靠山是谁 其实呢 靠山都有点 老范他们也 也不是白丁 但是相对 这个真正的 就是赵家出身的人 他还是要差一层吧 你想想这么多年 这个老范也好 老张也好 为了这个 保住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做了很多努力 又搞这个研究中心了 习近平研究中心了 又搞了这种各种写生了 跟着后边舔 包括咱们这个张璐江任这个 油耗系主任的时候 都搞了政治审查 这个学生不传递正能量 传播负能量 这都都要必的 你说这个对学术发展来说 能有什么好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吧 谁干都一样 不就是为了这个党和领袖吹牛逼吗 是吧 我去 我觉得我干的也不会差太多 因为现在美院好像跟学术也没有太直接关系了 主要的就是政治宣传了 你说你不是赵家人最后怎么样呢 你这个涉及到权力分配的时候 你平时刘虚舔定 舔菊 你嘴都舔屠鲁皮了也没用了 对吧 你还是出身决定一切 这点呢 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范院的老范应该 自身应该清醒一点 你像他的成功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偶然性 早些年呢 靠着这个江派起家 这个用他的话讲 给皇帝讲课嘛 这帝师 给这个咱们江主席讲过美术史 后来呢 又认识这个江派的一些干部 领导干部嘛 包括咱们这个军委副主席 还有据说这个跟铁道部这个刘志军关系也不错 这后来呢 又得益于自己的这个福建邦的身份 据他讲呢 早些年就认识这个习主席嘛 写过这个预言他一统江山的这个对联 而且据说这个习主席对他也是亲切问候吧 后来那个范院长竞争这个美协主席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 按常理来说呢 其实就是走个过场 本来呢 是没法跟这个当时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这个许江竞争的 用三话讲呢 人家是皇亲国戚 是吧 那是老江的这个大外甥 那能比吗 他自己就是个明面上都不能跟人家 分庭抗礼 都不敢直接竞争 人家这个许江那边有活动 他还得去跑去给人家站台 是吧 还得是友好亲切的去竞争 但是呢 赶上好时代了 没想到这个社会变化如此之快 江派倒得这么彻底 他当上了这个美协主席 所以说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至于结局如何呢 咱们拭目以待吧 咱们就是搬好板凳 做好吃瓜群众 今天先讲到这里吧 后续如果有什么进展呢 咱们随时更新 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呢 比如说你说了解一下 政治局常委这些人的这个 甚至省部级干部的这些政治活动 也比较困难 咱们就是以小见大吧 根据咱们身边的这些权力斗争 人事斗争 来看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吧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